好另外再看到玉里镇三圈社区一名老妇人 晚间外出散步的时候突然失去踪影 原本以为离家的妇人会如期的回家 但是隔天一早依然不见行踪 那么家属召集的马上向派出所来报案 那么在派出所离长以及李明的积极协讯 两个小时之后呢 顺利在三名里妇人的娘家来找到 没想到当天玉里分局 请指主任寻签的时候 就在路边遇到才刚刚找到的失踪老妇人 并且也是偷偷的离家出走 经过跟老先生沟通之后呢 是决定将这名妇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玉里镇三圈社区一名老妇人晚间外出散步后 突然失去踪影 原本以为离家的妇人会如期返家 但隔天一早依然不见行踪 家属召集的马上前往派出所报案 在派出所里长以及李明 激进协讯两个小时之后 顺利在三名里妇人的娘家寻货踪影 没想到当天玉里分局 请指主任寻签时 在路边就遇到才刚刚找到的失踪老妇人 竟然趁着共党又跑出去了 发现走私妇人近一时早上才刚测询的妇人 警方在现场耐心与家属进行沟通后 随后为了顾及其身心安全 决定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玉分局长林俊廷说 警察工作不单单只是落实社区的警证 为民服务更是警察重要的工作 期许同仁对待任何事情应秉持同理心 并且鼓励远景气而不舍追跟就底的精神 让民众感受到警察的敬业跟用心 提升警察优质形象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